南非全太阳能机场乐享环保成果 南非日照非常充足 充足到该国已投资建设太阳能机场 甚至有一座已能营运无碍了 位于南非南部的乔治机场 去年开始完全由太阳能供电 根据法新社报道 此举将机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上千万吨 机场的电力来自大约2000个太阳能板获得的能源 从提款机、餐厅、报道柜台和机场的控制塔 都仰赖他们供电 多余的电力还会送到当地书店网上的邻近住家 南非已经在国内其他地区 请建另外两座太阳能机场 乔治机场是非洲第一座全太阳能机场 全球目前也只有两座